我们应该怎么样 就是你开一个新的Excel的工作簿 以下档案就工作簿 然后我们第一段就是先去下载 然后再 这个是第一段 可是我希望是DGH 所以我刚刚又把这一段 有没有加上去 那这个名称的话 可能改一下吧 这个叫什么 Insert Column and Fill Format 好长一串 那应该知道它是什么意思 所以名称我把它改中文好了 也许叫插入栏好了 就中文名称 那记得如果改的话呢 记得一定是空白 加上什么 加上后刮符一定要留下 你不要说连后刮符都给它拿掉 记得它的结构一定是 一个Sub加上它的名称 再加上它的刮符 OK 刮符不能拿掉了 我看刮符拿掉要怎么样 会不会自己补 对它会自己补 有没有 它这个有点防呆 有没有 你如果没有刮符 它会自己补上去 OK 好 然后 这样的话基本上就OK的 只是说呢 如果假如你把这个先清掉 如果你要重新开一个对不对 那目前当然你变成要执行两次 一次是先把它下载 然后呢 再执行这个插入栏 有没有 然后执行 这个 这边就有了 这个怎么还不OK 这个 哦 那我是没改到吗 我再弄一下好了 这个重新再下载 我看一下 那就是它旧的格式这还在 所以变成我再把它拉回来下载 然后 刚刚我没有加这个注解 这个 这个应该 我有把它注解掉了 OK 执行一下 你再OK 所以可能是刚刚的格式 好 那问题变成你要执行两次 所以如果假设你说老师 那我可不可以这样子好了 我可不可以不要执行两次 我执行一次就可以 有没有办法 那当然可以了 你就直接拔什么 因为我们刚刚先执行这一个 再执行这一个 对不对 那如果假设你希望 你希望执行它之后 没有 你就执行这一个的话 很简单 只要把这个名称复制一下 在这个程式的下方 就End Sub的上面 再把这个名称输入上去 这样插入栏 然后前面也许你再加一个叙述 叫做Call就可以了 Call的话意思是说 我做完这一个下载的动作 爬虫了吗 然后我要继续做 做什么呢 就是直接呼叫他就可以了 所以如果假设你将来有很多断层式 你希望一次全部完成的话 很简单 你先执行主要的 底下的话就扣扣扣扣扣扣 反正就全部扣在 看你要几个动作全部都串在一起 应该可以懂这个逻辑吧 所以不需要说每次自己按 这样的话就一次就完成了 我试一下也会看 这边可以设一个中段 停一下 如果以后你希望城市在哪个地方停下来的话 有个简单的技巧 就是在这个灰色的地方点一下 他就会在这里停 我来这边停一下 OK 就有点像那个高铁的直达 那没关系你可以在这边设站 再停一下 如果你假设不要让他停的话 你就再点他一下 他就不停了 我们来试一下 为什么这边停 让你看一下细节 那所以执行怎么执行 上面一样 因为他本来是直达车 他会在这边停 有没有 这边停住了 那如何往下再执行 要不就是你再按一下 他就这边跑完停在这里 有没有 他更新完下载了 那这边的话是还没插入栏 有没有 所以我就让他 那下面我是想说不要跑那么快 所以如果你不想跑快的话 你想跑慢 还记得吧 F8 所以我这边按F8 有没有 他就从这边 跳到这边来 有没有看到 然后下方就是一样 下方就是在按一个F8 就是一个动作 OK 那底下我觉得差不多了 所以我就直接让他全部跑 不要一直按 不然你一直按F8 很花时间 仔细好看一下 年 趋 跟 路接道 但是为什么他要给我来一个这样的状况呢 趋 怎么还是这么宽呢 我再转一下 所以这边 假设我们让他冲跑一阵 格式的关系 所以我们如果 CLEAR 宽度 我这边先停一下 这边 对 他的宽度好像都被改变了 所以如果假如我希望那个宽度变回来的话 其实或许 我们最后还可以再学一个 自动篮宽调整 比如说我最后 我全部都跑完了 然后我希望这个篮宽能够全部帮我调整到它最式篮宽的话 其实你们顺便再学一个叙述 就是把它全部的篮宽调整到自动的位置的话 你可以再记一个 物件 就是篮的物件 叫COLUMS S的话指的是复数 那指的是所有篮 我希望 反正所有篮通通帮我做一件事 就是篮宽自动调整 篮宽怎么自动调整 你要点一下 底下有一个方法 叫做Auto Fit Auto Auto就自动 Auto的话 自动调整的话 就Fit 那这个Auto Fit指的就是 它会自动帮你把篮宽 一律调整在最适合的位置 有没有 那你不用调了 OK 好这个我还蛮常用的 因为有时候真的很 你每次插入一个篮 它就是会参考前面的 那你每次的话调整 算了不管 反正你全部都给我调一样的 所以这个先不用找哪个错 直接加这一行 这个就万用 那Colence指的是篮物件 全部的篮 那可是你说老师 那我如果只要针对某一篮的话 很简单 你可以加个刮符 比如说我只要针对区篮 你就跟他讲 我只要针对区篮之中 其他不要调 那如果你不加刮符区有没有 那他就会针对这个全部 差别就是速度 如果其实 我觉得差不多万分之一秒吧 所以其实没差 OK好 我这边先用全部 全部我觉得 比较简单好用 插入完之后 看一下 AutoFix 加这个 看一下问题 自动调整 这样就没事了 所以加这一行好像 就不用找问题了 OK好 那请各位试一下 那我刚刚主要几个地方的修改 一 把这个名称改成 你不要没改 你最后上面 用这个名称 一定找不到 所以加在这里 加的位置记得 二的话呢 就是直接怎么样 在最后面加一个Colens.AutoFix 它就自动调了 然后再来的话 最后 我希望呢 这件事情以后呢 就不用特别在这边执行 而是在旁边执行 所以最后呢 你们可以在开发人员下面 这边有个插入什么 插入一个按钮 那按钮的名称 好像我刚刚有在云端上 有跟各位讲 我希望做出 这边 叫住宅切到下载 所以这个名称 干脆跟按钮名称一样 所以原来叫什么 叫做Input CSV 那我刚才改 跟刚才一样 叫住宅切到下载 OK 这样好了 就这个 这个名称 改一下 本来叫什么 Input CSV 改一下 然后在这边的话 就直接插入按钮 然后记得 这个插入按钮的话呢 你在点选右边空白处 按住不要放 向右下角拖拉 按钮大小 你可以自己决定 大概这么大 放开之后的话呢 他会问你说 你按下这个按钮 要执行哪个SUB 聚集指的就是SUB 所以我就指这个 叫住宅 就我刚刚改的 所以如果你假设没改 名称不会叫这个 复制一下 点它 再把上面的这个名称复制 按确定 复制之后的话呢 请你把按钮1 Delete掉 把刚刚的名称贴上 这样就OK了 好 试一下 这样就完成了 所以以后不用从那边执行 从这里执行 看一下 按一下 有没有 有了吧 OK 不过你会发现 好像有点怪怪的 为什么 因为我按一下 那个按钮好像会跟我捉迷场 它不见了 它跑到哪里去了 跑到这里 那怎么办 这个时候你按右键 再点左键可以移过来 那再按一下 它好像会自己跑右边一点点 那如果再按一下呢 它又不见了 那怎么办 按右键 然后再把它拉回来 那如果师傅每天我就拉这个就好 我按一下它跑个跑掉 所以如果我不希望它乱跑的话 很简单 你就按一下右键 如果你要设定的话 就是叫控制项格式 它有一个选项 就是不要让它乱跑 OK 哪个选项 选它呢 拆应该可以拆得出来 应该也拆不出来 直接跟你 你要自己找了 后来我发现我也是找 终于发现摘要资讯里面有一个什么 大小位置什么 随 随 随是什么 就是我如果有插入栏 为什么会跑 因为我插入栏 只要插入一栏 它又挤过去了 那我可以改成什么 有一个不 不随 这个是随 不随就是不要 你插入一栏不要动 OK 所以这个地方记得在 按钮上按右键 摘要资讯 这种物件控制项格式 然后摘要资讯里面改这个就好 其他应该不用改 按确定 好 再试一下 按一下 有没有变 没变了 差很多 OK 记得要会 不然到时候 每次你按一下去 是我按钮又乱跑 好像他们会长脚一样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一下讲太多了 好 这个改 然后call 这个也改 我改成跟它一样的名称 然后最后的话 利用插入按钮 增加一个 画面再还给各位一下